沟通的七项技能之二 提问 提问在我们的教练环节上是最被常用的一项技能 在任何的客户在描述事件 描述他的情绪 描述他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提问的方式让信息更多的呈现出来 这个也就是提问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让信息更加全面的呈现出来 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力的挖掘客户 激发客户 揭示客户 让客户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人际沟通的过程中也会经常的提问 李开复曾经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这也是很多哲人非常认可的一个观点 他们用不同的形态表达了这个意思 当一个问题真正的能够去被有效的提出来的时候 往往答案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提问对于教练来讲是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工具 我们如何使用好提问 如何训练自己使用好提问 对于一个优秀的三亚楼教练来讲 它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或者说它是一个优秀的教练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们会经常的在各种教练环节上去使用提问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工具可以说 就像倾听一样 你要想跟客户建立起很好的关系 你就需要去倾听 而在倾听的过程中你需要去回应 这个回应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要通过提问来实现的 那提问它其实有很多的用处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激发客户 让客户看到更多的部分 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的部分 或者是说让他看到新的不同的部分 还有的时候我们的客户被框架被局限住了 那我们要引发客户进入到新的领域里面去 让他进到一个新的空间里面去 那我们就需要用提问来去激发他 来去引发他 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客户可能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个部分 他可能在看的时候 更多的是看到对方的问题 比如说看到他的合作伙伴的问题 看到他的亲密关系的另一半的问题 而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揭示客户 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揭示客户 当他有一个感受的时候 不是很清晰的时候 特别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心理学训练的人 他可能对自己的感受拿捏得不准确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提问的方式 澄清让他清晰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甚至我们也要引发他的一些觉察和好奇的时候 也是通过提问的手段来实现 比如说我们要扩大一个客户对目标 对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我们就要去通过很多方向上去对他提问 比如说关于他确定性的这个方向 说这真是你想要的吗 这是从他的确定性的角度上 他就开始思考 他说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还想要什么呢 当你去继续向外扩展的时候 就引入到另一个部分 就进入到心领域里面 你真的是想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这是关于他的确定性的部分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引发他新的思考 我们也可以去通过提问来确定他的紧迫度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目标可不可以在十年之后实现呢 还是一定要在一年之后实现 这就是他对目标的紧迫性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问来去核实他的可行性 比如说 这个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案 你可以打几分呢 零到十分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测量的方法 刻度的方法去帮他去打分 那他如果是说那六分以下 那可能实现的可能性就很小 我们也可以去让他通过自身的这个 通过提问让他看到自身的周悦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问他 你讨厌什么 你讨厌什么样的特质 当他说他讨厌一个特质的时候 比如说他讨厌不公平 不公正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就会由此引发挖掘他的卓越性 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希望是公平的 希望我的环境是公平的 为什么你希望是公平的呢 那就引发了他的卓越性 当他回答十个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引发出他十条的卓越性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 觉得公平才能够让大家能够去发挥能力 公平可以去让他去有更好的创造力 公平可以让他去觉得是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提问 去挖掘他的卓越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问去激发 他对目标的清晰度 比如说如果把你的目标扩展到四倍的话 就是如果假设是一个数字层面的目标 就更容易理解 比如说他要支持到五百万人 他要让五百万人因为他的产品 或者因为他的团队受益 那我们就说如果是要做到四倍的话 会是怎样的一个方案呢 那四倍就是要支持到两千万人 支持到两千万人 你的行动方案是什么呢 这样呢就可以让他对目标有了更高层次的 开阔的视野 同时在开阔的视野之下 他就可以去有更加匹配的方案 让他得以实现目标的方案 是朝着两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去推进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问 让他去更加清晰的知道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努力的程度 比如说还是刚刚的这个状况 就是如果你的努力增加四倍的话 那你的目标会不会也增加四倍呢 你的努力可不可以做到增加四倍呢 这样你的目标可能就能实现两千万了 是什么东西限制你不能够这样去努力呢 不能让你的努力增加四倍呢 在很多的领域很多的环节都需要我们去做有效的 有力量的提问 而真正有力量的提问是需要和我们自身的状态 和我们教练的状态有机的柔和起来 所谓的有机的柔和起来 就是和我们自身的语言逻辑是关联起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教练都会有自身的强有力的提问方式 那个是基于你每天对于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得到的 和你自身匹配的 当然我们作为标准的教练 他有一些标准的问题 这些标准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不重要 以后我会讲到具体的三个层次的提问 那这些都是帮我们去框架我们的思路的 而真正的有力量的提问是不被框架的思路 不被自己框架的思路 也不影响客户框架的思路的部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练习 形成我们自身的有力量的提问的方式 和我们自身的思维逻辑 和我们的情绪的使用 以及我们状态的使用 有机的结合起来的方式 才是一套可以去推进有效提问的方法 关于提问的层次 我们至少有三个层次 一个层面是关于具体化的 另外一个层面是关于选择的 还有一个层面是关于超越的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维度上进行提问 举一个例子 当有一个客户 假设他跟你说他是一个 我最近很纠结 他跟你描述 他说我最近很纠结 那你提问就可以围绕这三个方向来进行提问 比如说具体化的 你问他什么时候你会纠结呢 是每时每刻吗 最近很纠结 是每时每刻吗 比如说是晚上睡觉之前呢 还是碰到什么事的时候呢 还是看电视的时候呢 还是和人交流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这个纠结的状态 具体化到事件里面去 因为人的语言的描述 人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有三种最简单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去抽象 他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把它抽象性的描述出来 第二种就是进行删减 他有些信息他没有兴趣的 他不感兴趣的或者是 或者是他没有关注到的 他就把它删除掉了 这个也是我们大脑的机制 因为我们大脑每秒钟 接收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那它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不能被我们储存的这个部分 就自动的会被删减掉 还有一种就是被我们扭曲掉 有一些事情到我们的思维模式里面 我们就把它扭曲掉 把它变化了 本来说的是A到我们这里变成了C 这是我们去呈现一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 所以他说他经常的纠结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含有扭曲和抽象的一个概念 经常这个概念是说频率很高 而事实上我们当我们把它具体化的时候 他说我在和陌生人沟通的时候 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经常频率出现的一个状况 他抽象起来的这个问题 你把它具体化下来 这样他就我们就会有地方使得去支持他去解决掉这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选择层面 选择层面我们可以问他 你 你还有别的感受吗 还有好的感受是什么吗 在这个时候 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你还有好的感受是什么吗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好的感受 他说 我觉得挺兴奋的 跟陌生人沟通的时候 我挺兴奋 挺兴奋 有一点点兴奋 那就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点 来去扩展他兴奋的这个部分 当然具体化你也可以去问他 你在哪里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什么时间 在哪里 在什么场合 或者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都是具体化的部分 而我们去把他 而我们去把他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问他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反的感受吗 这个就是选择 让他多一条路径 或者是说 你和什么人在沟通的时候 会有好的感受呢 而不是纠结的感受呢 他说跟熟悉的关系 很近的人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跟关系很近的人沟通的时候 他确定的东西 不担心的东西 让他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关于选择的两种提问的维度 而关于超越的提问的维度 那我们就可以问他 你跟陌生人的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 你跟别人沟通比较好的时候 你认为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呢 你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 你认为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呢 问什么是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挖掘他的价值 挖掘他跟陌生人沟通这件事情的价值 他可能有心里有恐惧 有害怕的部分 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有关系 没关系 我们不去触碰他过去的这个部分 我们让他看到跟陌生人沟通到底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好处 当他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说跟陌生人沟通 我可能会多一些朋友啊 原来他在他的价值层面上 是希望有一些朋友 有更多的朋友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价值 当他看到价值的部分的时候 他对于和陌生人沟通 他的恐惧度就会下降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他的信念 就是既然你跟他沟通 跟陌生人沟通是比较恐惧 比较害怕比较纠结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陌生人去沟通呢 你相信跟陌生人去建立连接 就会成为朋友吗 这个就是在挖掘他的信念 他相信的东西就是他的信念的部分 他坚定的坚信的部分 就是他的信念的部分 这个时候有可能挖掘出来 积极的正向的信念 也有可能挖掘出来限制性的信念 比如说他既然跟陌生人沟通的时候 是纠结的 有可能他很恐惧 这个有可能背后 他有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他说陌生人都是危险的 他相信陌生人都是危险的 这个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所以我们就会破除 他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去解决 在超越的这个方式上 我们也可以使我们的提问更加的深入 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他 那你觉得你有了很多新的朋友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会跟他的愿景关联起来 跟他的角色愿景关联起来 他说我就会 我有很多朋友 我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喜悦的人 这个就跟他的愿景 进一步的关联起来 就是其实是更深层次的 从他自身的角度上 更深层次的呈现 他这个状况 他去做这个状况的时候 碰到的挑战和困境 对于他来讲 其实都是次要的 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快乐和喜悦的人 我们可以在超越这个层面上 挖掘的更加的深入的部分 这个就是在提问的视角上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维度上进行提问 当然在日常的沟通里面 我们也经常的会使用到一些简单的技巧 比如说 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 或者是他做的不成功的时候 我们很多管理者 在这个时候 他的下属做事情没做好 做失败了 做砸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管理者通常会问什么呀 你为什么会失败呀 你这样 这个时候被提问者他就会反应 我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份额都被别的公司争取掉 争走了 我的份额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没有达成目标 或者说 现在的客户都太精明了 我没有去 这个这个 我说服不了他们去购买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目标没有达成 就是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问他为什么的话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在这个时候问他为什么的话 其实就会给他一个找理由的机会 比如说你问他 为什么迟到了呀 哎呀他说今天堵车呀 你看今天周一 车堵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车祸 那个车堵了半个小时才往前走 而且特别慢 我就堵了一个小时 我今天六点半就出来了 结果九点半才到 我走了三个小时 他就会找一些理由 他做的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 他就会找一些理由 当他失败的时候 做的不好的时候 那要怎么去问他呢 你就问 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这次这个季度的目标没有达成 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呢 这样我们就把视角拉到未来去了 对于他的启发 他说哎呀我的 我的准备不太充分 我们的产品还有待提升 我们产品的性能还有待提高 我们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升 我们团队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升 哎 当你发现 当你这样去问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在开始去改善那些问题 从改善那些问题的视角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他去改善 从改善的这个视角上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下一次成功的几率就会变大 否则他下一次 他一旦失败的时候 他说哎 这次有五个理由可以去回去应付我的领导 可以去应付我的主管 因为我有五个理由啊 我比上次还多了三个理由 所以在他在他失败的时候 没有成功的时候 要问他启发是什么 那在什么时候问他为什么呢 就是在他做的比较好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孩子 那他这次考试成绩比较好 考到什么程度呢 考到了全班的第一名 全学年的第一名 这个时候你就问他 哎 你为什么能够考全学年第一名呢 他说因为我努力学习啊 你就继续问他 你为什么努力学习呢 他说我将来要有成为 成为有对世界上有影响的人呢 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对世界上有影响的人呢 他说我要去改造世界 要去让世界发展得更加的迅速 你为什么要改造世界呢 就是其实你不断的用 为什么去挖掘他的时候 就是在挖掘他的信念 挖掘他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使他的信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所以他在下一次去做这个 去学习的时候 他还会继续的努力 他不会骄傲 他会发现因为他有伟大的目标 他有伟大的信念 他有伟大的理想 他就会不断的去努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他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 做得不错的时候 或者是做得相对成功的时候 去问他为什么 你或者说你为什么会比别人做得好啊 这个时候都是要问 都是可以问为什么的 还有小的技巧就是 人在伤心的时候 当人在伤心的时候 我们需要问的是 你感到了什么 这是其实是帮他去梳理他的感受 让他发泄他的感受 让他呈现他的感受出来 他说 我感觉到伤心 那伤心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我说伤心让我感受到无力 就是把他的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把他的感受全都剥离开 这样他的感受就会呈现出来 这样你的提问对于他来讲 就会起到一个支撑支持的作用 所以这是在日常的沟通 日常的生活里面 家庭生活里面和日常的管理工作里面 我们用的提问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 让我们的提问 可以变成激发人 支持人 挖掘人潜力 让人更加清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而不是去指责人 抱怨人 批评人的一个手段 谢谢大家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